嗨,大家好,我是丑夫 今天呢,我碰到了我贴膜生涯以来 发生在膜上面最有趣的事情 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膜被马啃了,你敢信吗? 那被马啃的这台车呢 就是我身后的这台宝马七夕 这台车呢,三年前找我贴膜 然后呢,可能我价格报得比较高 后来找了宁波的母家店 然后比较低的价格,手工给它贴的 最近呢,我视频里面发的那台三个八的那台CLA 是她的妈妈,我知道是她推的 但是我不知道是她的妈妈 今天呢,她过来的时候告诉我 那虽然这台车呢,全车不是我们这边贴的 但是因为它是我们胎州的 局部更换呢,肯定是找我们更方便一点 所以呢,这个被马啃的这个部位呢 就找我们来进行更换 我们来看一下被马啃的那个部位 就是在后盖上面 看到了,在后盖上面 马的嘴巴比我大 这绝对是一匹有灵性的嘛 它专门啃宝马 啃宝马 然后它早上呢,是从先驱赶过来的 因为要开个把小时的车 下午要赶回去 所以呢,现在今天刚好不是素酒上映嘛 我让它先去看一场电影 回来的时候呢,车就好了 那我们现在先开过去撕磨 所以这台7系呢也告诉我们,就是贴车衣啊 其实还是尽量就近原则去选择那个商家 后续呢,大概率都会发生 呃,刮叉磕碰都会有的 你需要找商家去做售后啊 不用说刮叉磕碰了 连这种被马咬的几率都碰到了 对吧 所以说你这个肯定是要就近原则选择商家比较好啊 其实这些车衣呢更像是给车漆买了一份保险啊 就它不但呢,日常洗车啊,然后一些小的刮叉磕碰能保护你的车漆啊 不受损啊 然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啊 就像这种被马啃的这种小概率的事件啊 它也能保护车漆让它不会伤到 不然的话像这种情况 我们说贴了车衣呢,如果是自己责任一些小刮小叉呢 我们门店呢会提供这种免费修补的那种服务啊 但是如果是对方责任呢,对方是可以赔的啊 但是像这种马,马把你咬了呢 那你找谁赔,找马赔嘛,对吧 在撕磨的时候啊 不管是自己车还是商家 撕磨的时候像这种情况一定是帮着掏的啊 不然的话是很容易流胶的 所以啊,贴了车衣,即便被马啃,我们都不怕 我觉得车主肯定是在动物园玩的时候,惹到马了 这马啃了,没事,没事,没事